透過我們這些問答 第一個 你就是要讓AI進行角色扮演 其實 在我們跟AI對談的過程裡面 如果你能夠先告訴他 你用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個對你在取得 就是比較專業的回答 有幫助 因為 當你用一般的那個對話 跟他在 就是我們講的白話文 在跟他講的時候 他給你的 通常就是比較一般的答案 可是如果你 直接告訴他 你今天是個專業的什麼樣的老師 還是你是什麼工程師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用那樣的專業的語言 來跟你做對答 所以通常你得到答案 可能就會更 接近 你想要的 再來 你清楚明確的表達一下你的問題是什麼 你要解決的東西是什麼 對不對 你就告訴他 像我們剛剛有沒有告訴他 我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你只有 當初 很單純的想法 就 直接告訴他就好了 直白的告訴他 不用拐彎抹角 哈哈哈 你也不用用什麼很華麗的名字 那些形容詞啊 都不用 你就先給他 然後呢 慢慢的再提供一些什麼 背景的資訊 所以 當你 有了這些想法 那AI呢 就可以根據你這些想法 可能就會提供你一些 其他的一些範例啦 或者在引導你 最後 他會幫你怎麼樣 總結還有優化 只是這個過程需要什麼 來來回合做測試 所以 AI 如果你真正要進入到我們講的 工作的階段 真正進入到能夠 所謂的生產力的階段 就會需要像這樣子 比較精準的控制 不管你是深層文字 深層影片深層圖片都一樣 不然你就變成每次都在拔彎嘛 對不對 每次都隨機的 有 很好 但是沒有 更是正常 就跟你 買大樂透一樣嘛 有中的 不會在這裡 對不對 有中的可能就 早已經出去玩了 但是 絕大多數都沒中嘛 所以 我們用跟AI的這個溝通的過程 也是這樣 可能就是盡量來來回回 盡量去找到 你比較容易 使用的方式 OK